是什么理由让一个人情愿放弃自由 永远生活在监狱中 今天继续带来汤姆哈迪演技巅峰之作 失控的布朗森 他被称为英国最暴力的囚犯 1952年出生的布朗森 从小就有不可自议的暴力倾向 同学打他一拳 那就十倍讽还 老师敢多看他一眼 直接把桌子扔老师脸上 就算老师找到家中 母亲的溺爱也是将他拒之门外 成年后的布朗森开始工作 但是也没闲着 偶尔偷拿老板一点钱 还大方的给了喜欢他的服务员一张 当然这种行为肯定逃不过警察的制裁 这次母亲想帮布朗森也是没办法了 但是想制服布朗森 那确实的付出点代价 几年后 他和喜欢他的服务员结婚 并育有一子 但布朗森现在只想成名 所以他把猎枪拒断 准备抢劫一家邮局 但战利品仅有26英镑 他也为此付出了 七年牢狱生活的代价 母亲却不以为然地告诉布朗森 不要怕 我会让你四年就出来的 但令我母亲没想到的是 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话说汤老师怎么看着 有点像许锦江大叔啊 进入监狱的布朗森依旧暴力 想让我工作 这辈子都不可能工作的 就算狱警来了又能怎么样 抢过警棍就是一顿揍 奈何狱警太多被强行带走 因为在狱中不服管教 竟然得到犯人们的钦佩和媒体的关注 布朗森终于体会到了名人的快乐 接下来就是他开挂一般的人生 自带狂暴技能的布朗森 更加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的暴力 所以他的监狱生涯 就是不断地更换监狱 据说布朗森辗转去过120座牢房 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之王 40多年的牢狱生涯 其中36年还是被单独关在金币室里的 最后监狱实在没办法 只能将他送到精神病院 在这里他需要每天服药 你以为布朗森是大狼吗 给药就能吃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好吧 如愿以偿 药确实没有停 每天大量的药物 让布朗森只能瘫痪在沙发上 偶尔清醒一点 还需要跟这群精神病 一起蹦个野地 但布朗森根本无心 跟一群疯子胡闹 他只想逃离这里 就算回到监狱也好 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太听话的双腿 一步步迈向自由的大门 但不巧的是 自由的大门是有守卫的 他只能接着奏乐接着舞 惊醒的布朗森 终于想到了离开这里的办法 他每天把药倒掉 这样他就能清醒过来 然后就用他惯用的方式逃离到这里 但监狱根本不敢收留他 所以只能还他自由之身 但回到家的布朗森 已然不适应外面的生活 他找到了他的好友 小卷毛 投身地下拳场 打老头 So easy 换成两个专业拳击手 依然不是布朗森的对手 没办法 小卷毛只能给他安排 人和狗的比赛 赚钱后的布朗森 喜欢上一个女孩 但女孩有男朋友 单纯的布朗森 以为没结婚 他还有机会 于是来到珠宝店 你以为他会买珠宝 当然不会 布朗森的人生格言就是 能用武力解决 绝对不花一分钱 回来后 布朗森将钻戒送给女孩 女孩默默戴上钻戒 单纯的布朗森 只能一边说着恭喜 一边被抓进监狱 他忽然觉得 还是凶神恶煞的狱警好一点 至少不会有外面人的 尔虞我诈 这里可以更直接的 用拳头说话 再次回到监狱的布朗森 竟然劫持了一名狱警 再次回到监狱的布朗森 竟然劫持了一名狱警 然后跟监狱长通话 要求将他无罪释放 这个监狱长有点狠 根本不打算救狱警 布朗森愤怒的挂掉电话 准备开始收拾狱警 看他解开腰带 我就知道这个狱警 惨了 但是他竟然让狱警给他搓澡 汤哥 你是受到东北喜遇文化的熏陶了吗 当然 很快布朗森就被一群狱警带走 然后被五花大榜 关在了金碧市 出来后布朗森又碰到一位艺术家 艺术家竟然夸赞了布朗森的画作 在艺术家的指导下 他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 艺术家带着布朗森找到监狱长 希望可以减少他的刑期 但监狱长根本不相信 犯人能有什么艺术天赋 规矩后的布朗森闷闷不乐 因为刚学了一门手艺 却无处施展 我得学有所用啊 于是他想到了艺术家 布朗森便开始了他的行为艺术 当然 这少不了一顿毒打 电体鳞伤的布朗森被关进 智能站立的牢笼里 发出物业的声音 全剧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